日期做查询 比如说生日好了 像我这个会员资料里面 看了一下好像我想知道说 它这是怎么讲 比如说一般习惯是几年级生 如果我们假设把它 假设要查的是什么 70后或者是80后 90后 那边好像没有90后 如果我想知道说 某个区间的生日的人资料 帮我把资料调出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当然这边的话一样 可以用查询的方式 那查询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 我这边先demo一下 实行的话会需要两个 因为是一个区间 所以呢 你需要输入的是 哪个日期开始 比如说1970 假设1月1号 到哪一天 比如说 1975好了 OK 这个12月31好了 假设这个区间 帮我把那个 1970到1975 这个区间生日的人 全部都帮我把资料调出来的话 按个enter 那你会发现总共有三个 这三个人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设计一个 这种查询日席的一个查询系统 OK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只要类似像这些东西 只要可以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你就可以设计出查询系 也就可以拿来查询了 但如果你以前用档案的话 很抱歉 没办法 档案怎么查 档案这个就没办法 OK 所以还是放在资料库是比较好的 所以很多东西 你如果要快速能够查出结果来 最简单的就通通丢到资料库 然后把它在资料调查出来 其实最快速的 OK 那要怎么样完成 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个查询 特别注意 其实关键地方来了 第一个 刚刚是一个条件嘛 Input的话请输入开始日期 因为这边会需要第二个条件 所以增加第二个变数叫Y 请输入日期结束 一个是开始 一个是结束 然后再来特别注意 关键地方在底下 那因为我要查的栏位是哪一栏呢 是C栏 特别注意哦 它的关键字 开头叫Between 前后就是两个日期 那这两个日期的话 本来应该是什么 假设1970 1月1号 类似讲这样子 And什么呢 假设我这边不放变数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放1975的12月31号 类似放这样子 那可是呢 如果将来我要做成条件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就必须怎么 把它放一个X 那放一个X跟刚刚一样哦 记得哦 先双引号 这个可以delete掉 双引号前后 等于两个双引号 加加 然后呢 放一个X 那这里就不需要百分比符号啦 因为它这边不是关键字 所以直接放一个X 然后第二个这边 就把这个delete掉 然后一样双引号 然后加加 移到中间 再放个Y 这样子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后面会儿 后面一定是一个 这个栏位一定是日期 Between哪一个日期 end哪一个日期 记得前后要加单引号 这个部分是需要的 那有些资料库哦 日期哦 它是用紧字号 不过可能还是要看啦 不同的那个资料 我讲过啦 或多或多 会有一点点差异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这边是用单引号 OK 好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输入完就可以 利用这样的方式哦 做那个日期的开始跟结束的查询哦 所以这大概主要 会有刚刚讲的这三种查询的方法 主要这三种应该就还蛮够用的哦 那 那再来的话呢 也许各位哦 可以再练习一下 假设我们这个50会员哦 觉得资料可能太少了 有没有才50个 如果你觉得挑战性太低的话哦 再来我们 没办法 因为我们慢慢因为会再来 刚开始会分量少一点 那再来的话哦 就会再增加一些些 那像那个哪些资料会比较适合练习哦 我推荐给各位哦 以后你们可以找那个什么 开放资料 为什么呢 因为开放资料真的还蛮适合来做爬虫练习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开放资料哦 政府光政府的开放资料平台 里面呢 就有资料 全部的资料集哦 你可以资料 全部资料集哦 至少就有多少种呢 你可以看那个格式好了 底下最底下这个 档案格式如果是CSV的话哦 就有36,983种 可以拿来练习的 那它涵盖的哦 除了是什么 金融 自然 交通 内政 反正一堆啦 甚至什么实价登录一堆 甚至是股票 股市 还有什么保险 反正你想得到的资料 应该都有 哦 所以你会发现 在CSV太多了 那其中的话呢 还有还有什么 Jason 一万两千多种 XML哦 而且我同学问到XML 后面会讲到XML哦 OK 怎么处理啦 OK 所以这个后面我们再来看 那其实只要你把前三种格式 你会处理的话 已经相当厉害了 而且都练习不完了 所以哦 请各位哦 在里面找找看你有兴趣的这资料 那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想对治安了解一下 像台北市哪个地方治安最差 怯道 假设是怯道 哪个地方最容易招小偷 那你打个关键是怯道 你会发现哦 它会跳出什么 台北市历年来汽车怯道的处 哪个地方哦 它会列出哪一哪地址 有没有 它在哪个地方啊 这个自行车 啊 其中的话 我是接下来切到按键 哦 这里的话 你可以用住宅好了 这个我之前还蛮常用到的 你们找住宅这里 然后呢 它的这个地方有个CSV 你可以把它下载 这边就CSV的嘛 那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基本上哦 就可以拿这个直接开启 哦 然后呢 这些资料哦 请你怎么样 通通把它丢到资料库 你会发现这有几个栏位 哎 一样五个栏位 刚好ABCDE耶 那第一个栏位 哎 还是一样是编号耶 对不对哦 然后其他的话呢 就是 这个其实我觉得B的好像有点多余 因为全部都是住宅窃道 那 发生时间 不过这个日期有点怪 因为它不是标准格式 它其实是文字 你不要用day time哦 因为day time 丢进去反而会出错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文字啦 除非说你自己修正它 发生时段 发生地点 有没有 哎 那所以哦 以后你甚至可以 假设你要查询的话 你甚至是可以用查询系统哦 这里也许啦 请各位也许试试看 拿这个来练习看看哦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 就是查询的部分哦 我刚刚有衍生就是那个 在第几页哦 我们这个地方云端 白板上面的这个日期查询哦 这部分是在第52页的地方哦 那底下的话哦 你们可以试试看啊 去下载那个台北市的住宅 窃照案件这个哦 当然除了说我刚刚 跟各位讲那个开放资料 政府的平台之外哦 其实台北市政府本身也有个平台哦 这边其实也可以得到一样的资料 你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吧哦 试试看 当然或者是说呢 假如你还有别的想法 比如说你想要想对于某些资料比较有兴趣 甚至金融也有股市资料也有 然后甚至是保险啊等等的相关 好像在那个你们可以找那个什么 政府资料里面哦 你可以找应该类别的部分哦 可以找那个金管会的 然后的主题里面好像有那个 服务分类这边也有那个所谓的投资理财 一千七百五十六 OK 这边也有啦 有关那个就是投资理财 甚至是你对于买房子 有兴趣的这边有购物及迁徙 应该租房子也有吧 买房子应该也有吧 其他什么旧衣等等的哇实在太多了 那另外还有什么伏兵役 OK 我这边伏兵役里面不晓得有没有叫招 我发现最近这个叫招 感觉越来越恐怖了 为什么一叫招就要十四天呢 而且逃都逃不了 像以前那个叫招的部分的话 常常我看到很多那个PTE上面就有人说 买张机票出去 请个假就不用去了 对 但是后来好像他们变聪明 这好像慢慢有有改 可是现在要出出国 的话也不划算 为什么 因为出国隔离十四天 回来要隔离十四天 那倒不如去叫招算 OK 所以其实也占不了什么便宜吧 OK 那请各位 试试看好了 这个地方其实还蛮多地方可以练习的 那主要就是说呢 如何把港 今天的重点 基本上就是如何把档案 把它转换成资料库 那主要就是利用那个SQLite3里面的 新增资料库 新增资料表 然后利用SQL语法跟资料库沟通 最后Insert into把资料写进去 那查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slate语法 可以再把资料查出来 那你可以再建那个查询 比如说你下一个关键字 就可以把需要的资料把它调出来 OK 那这个部分呢 请各位就是再练习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找一些其他的资料 可以再衍生 或者是说把前面那个全省游戏值 筛到资料库看看 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这个可能要在想想看怎么做 做啥 然后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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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